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宪政新闻 国内疫情三级警戒之后 警方为了协助卫生单位防疫 常要冒着感染风险辛苦的执勤 警政署长陈嘉青为了慰绕基层员工 继日前的署长便当获好平外 29号又送来双主菜的高级便当 让南投警员活力满满 在面对往后的防疫任务 打开便当一看 龙虾以及法式羊排当主菜 再搭配多样菜色 南投园集真幸福 直呼元气满满 警政署长陈嘉青制套腰包加菜 餐厅业者也大方加码 光是双主菜就值500多元的价值 很棒然后菜色也很多样 可以兼顾营养 然后又可以吃得饱很棒 然后谢谢署长 谢谢署长的安心便当 我们吃饱了 我们要出勤了 赞 里面光是那个龙虾 半只我们店面卖价大概就是在四五百块左右 还有里面还有我们特辑的法国来的羊排 那这羊排是嫩而不辣 对那还有加上我们大概有七八样的配菜 还有鲜鱼的味噌汤 几日前署长便当获好评之外 陈署长再次慰绕七层园景 就是为了要助园景的最佳后盾 让他们面对疫情严峻的任务终容以对 餐厅业者也大方加码 自行吸收成本 署长元气便当为南投县第一线的园景加油打气 让大家感受到元气加倍 感谢署长在上个月送来的200元的署长元气便当之后 这次又加码升级 餐食也升级了 让园景纷纷表示元气满满 加油升级 很高兴 其实我们真的知道说 现在我们的请销人员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老板就是因因署长跟分局长的这些议举 所以其他的差距就由我们老板自行吸收 全台疫情拉警报 基层远景为了协助防疫绷紧神经 陈署长为了体恤基层远景 任务加重协助防疫 特别请业者送来价值200元的署长元气便当 警民齐心一致 共同战胜这场疫情风暴 记者张公佑南投师采访报道